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509年出生在多恩巴赫 多恩巴赫现在是维也纳的一部分 他们是来自巴法利亚的一个德国家庭 20岁时 哈斯就一居在奥地利帝国的特兰西瓦尼亚 开始在费迪南仪式国王的哈布斯堡帝国军队手下服役 1551年 哈斯收到了特兰西瓦尼亚大王子斯蒂芬巴托里之邀 前往赫尔曼施塔特 在那里他成为了炮兵营的指挥官和武器工程师 在王子手下服役期间 哈斯开始撰写 现在被认为是一支最早的欧洲火箭手稿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份 其中不仅涉及开创新的武器技术 还包括多级火箭的原理 只是后来 哈斯神秘消失在了历史中 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直到1961年才被罗马尼亚作家 历史学家 研究员多鲁托德里丘重新发现 当时 托德里丘一直在研究 在西比乌国家档案馆发现的一份手稿 还没来得及对其进行全面研究 这份用德文写成的文件共有450页 后来被称为西比乌手稿 这份手稿就涉及16世纪火炮和谈道学的主题 特别是火箭技术的主题 其中就描述了一个被称为飞行标枪的东西 看插图我们就知道 非常类似于现代多级火箭 不仅如此 作者哈斯在其中还讨论了有关设计的各种问题 包括飞行标枪的工作原理 三角翼和中型喷嘴的使用 以及基于不同燃料混合物的组合液体燃料等等 如果一一探究的话 估计说上三天三夜我们也说不完 顺便说一下 由于手稿涉及到飞行标枪成功起飞的页面 所以整个手稿立刻引起了巨大的怀疑 但是后来人们检测后证实 墨水核指确实已经存在了400多年 唯一的问题是 哈斯在哪里进行了火箭发射实验 康纳德·哈斯又是如何评估飞行的成功性的 另一个争议点是 在1961年发现西比乌手稿之前 多级火箭的手册描述者是波兰炮兵专家卡奇米日 西米诺维茨他在1650年的书《大炮艺术》第一部分中 发表了相关的内容 但是问题就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西米诺维茨的书 配有23张质量极高的铜板插图 插图绘制可谓是一丝不苟非常惊喜 但如果我们把它和西比乌手稿进行对比的话 会发现两个人的内容非常之相似 而且两个人对火箭制造技术的描述也都很像 比如 两者都描述了一个 填充有粉末推进机的圆柱形推日式 带有锥形孔已逐渐增加燃烧面积 并因此增加推演 这种设计仍在现代火箭中使用 火箭还都配备了一个非常现代的喷嘴 带有一个中型发散区 以至于很多人怀疑 西米诺维茨是否盗取了康拉德 哈斯的设计 还是说这两个人的灵感 来自一个更古老的知识文献 更重要的是 哈斯的多级火箭设计 如今还被运用于许多太空计划 包括美国宇航局南萨的水星计划 双子星计划和阿波罗计划 直到今天各国的运载火箭 仍然使用哈斯的多级火箭设计 所以康拉德 哈斯多级火箭设计的灵感 到底来源于哪里 来源于他自己的天才灵感 还是来源于我们未知的远古科技手稿 如果你觉得 康拉德 哈斯设计的多级火箭 只是来源于他的灵感 那么接下来的东西 可能就没那么简单了 在1828年 莱顿文物博物馆 获得了一件古埃及手工艺品 它诞生于4500年前 这正是埃及第五王朝的法老时期 古埃及学家声称 它是独一无二的 与同时期 埃及人制作的任何东西都不同 这是一块巨大的雪花石碑 直径大约49厘米 高大概13厘米 重75公斤 碑身有圆孔和浮雕的凸起 石碑的表面可有象形文字 但到目前为止 人们只破译了一条信息 专家们认为 这块石碑是在埋葬高级祭祀 和埃及皇室的葬礼仪式上使用的 但从外观上看 你又没有发现 这个物体与现代飞机的控制面板非常相似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 它是一件非常古老的科技物品的复制品 建造的时间更早 甚至属于另一个文明 毕竟我们都知道 神灵降临地球的神话故事非常多 所以对于这些无法解释的古代文物 人们就提出了各种天马行空的猜想 比如其中有一种说法就认为 是外星人乘坐星际飞船来到地球时 当时的地球文明代表 意外看到了这些宇宙飞船的内部结构 于是为了纪念这些高等文明 就通过雕刻 文字等方式将它们的故事流传了下来 像这样的例子其实还真不少 1943年印度考古学家 就在一座倒塌的神庙中 发现了一份名为航空科学的古范文手稿 这份手稿中记载了许多古印度时期的黑科技 比如其中一种名为战神之车的飞行器 其最高时速可达5700公里 还有一种名为维曼拿的飞行器 可以空运许多士兵快速进入到战场中 此外这份手稿中还详细描述了 这些飞行器的结构 驱动原理 制造材料以及飞行员的训练方式 服装要求等等 甚至还提到了如何在战争中 使用这些飞行器来赢得胜利 再比如你眼前看到的这个文物 据说这个飞船模型 是从距经2500年的乌拉尔图文明城市 托普拉卡莱遗址中所挖掘出来的 再加上它看起来像是现代的航天飞机 所以人们也将它称为托普拉卡莱飞船模型 后来这个古文物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考古博物馆 存放了25年之久才敢被公之于众 从现有的照片中可以看到 这个远古飞船是由三个推进器来驱动 并且其中还有一个身穿飞行服的驾驶员坐在里面 除此之外 还有这尊雷默哈达斯文化时期的雕像 出土于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州 目前被收藏于美国洛杉矶迪安美术馆中 从雕像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半人半兽的生物坐在一个疑似飞行器的物体上 那么它是当时地球上的一个先进种族 还是外星生物呢 巴卡尔是公元前七世纪是玛雅城市帕伦克的统治者 在他死后起石棺盖上 可有他乘坐一艘玛雅人 成为太阳怪兽的飞船 从地面起飞的画面 而从这幅雕刻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 巴卡尔正坐在一个驾驶舱中操控着飞船 整个过程也和今天的宇航员驾驶太空船相差无几 那么这会不会意味着 巴卡尔并不是这个星球的人 玛雅文明的发展也是得益于外星人的帮助 不仅如此 曾参与过阿波罗计划的火箭工程师 约瑟夫F.布鲁姆里奇一直认为 先知以西节当年看到的其实是外星人飞船而不是神 而随着近年来一些考古发现 更印证了布鲁姆里奇的观点 他在著作《以西节飞船》中描述说 先知看到巨大的云里闪着电 同时伴随着耀眼亮光 火焰的中心看起来像是发光的金属 其中还有四个人形生物 其实自古以来人们一直梦想着太空飞行 如果我们选择相信官方科学 那么印度人从未在维曼拿上进行过飞行 玛雅统治者帕卡尔也没有被神灵带上他们的飞船 即使是在当时发达的埃及人 也离太空飞行的能力相去甚远 但如此之多的考古发现和事实依据 无不再告诉我们 一直以来我们小看了古人的智慧 也许他们真的具备着飞行的技术 也许外星文明真的来过地球 并且帮助了当时的地球人 让当时的文明得到了飞速提升 最后我一个朋友和我讲 按照你这个说法 这似乎和近现代的科技发展非常像吗 我有点疑惑 问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说你看爱因斯坦时代之前 人们对科学的认知一直处在愚昧时期 但是到了爱因斯坦的时代 科学简直是喷井式爆发 紧接着到了爱因斯坦消失后的时代 科学停滞的困境源超我们想象 人类在1969年便发射了阿波罗时候 当时航天器的速度是3.9万千米 如今已经过去54年 人类的航天器依旧没有比阿波罗时候更快 甚至连发射方法都如出一辙 除此之外人类也没有踏足的更远 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 所有的大学教授都会告诉学生 在21世纪初 我们所有人都能进行太空旅行 著名导演库布里克 更是拍摄了著名的2001太空漫游 如今已经到了2023年 我们依旧在梦想着未来50年内 可以实现太空旅行 所以就像2013年 自然杂志发表的那篇文章 爱因斯坦之后 科学天才灭绝 天才就像命运多舛的 肚肚鸟一样灭绝了 所以他绕了个圈子问 爱因斯坦有没有可能 是外星文明的使者 这个问题留给你们回答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补君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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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